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作业的选择题 下列的属于神经细胞的是哪一个呢 神经细胞 第一心肌中的肌细胞就是肌肉了 肌肉的一个细胞 肌肉细胞应该像效应器吧 那个神经细胞像是比较像感受器 才是属于神经细胞 耳窝的听觉细胞 这个是属于神经细胞的 血液中的白细胞是抵抗病毒用病菌用的 算什么细胞 血液循环细胞之一 然后精子跟卵细胞是我们的生殖细胞 OK B的这个是神经细胞 第二题 下列有关神经细胞吐起的叙述中 正确的是哪一个 速度比较长 一般只有一条 这个比较像轴吐 OK 轴吐一般比较短 数量比较多 这个比较像速度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是倒转的 神经元一般上都有速度和轴吐 这个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选正确答案 那应该是C 再来轴吐分支多 速度没有分支 好像也是倒转的 OK 好像也是倒转 那第三题 把人的左脑和右脑 大脑和小脑 大脑和脊椎联系的应该是神经纤维 神经纤维 我们没有可能左脑右脑 大脑小脑的可能也不晓得 但是我们的大脑跟脊椎 我们是有讲到脊椎里面的白质 那个神经纤维 就是联系大脑 联系大脑跟脊椎水的 所以其实大脑跟小脑 左脑跟右脑 也是由这个神经纤维 OK 所以由神经纤维来联系 那这个可能没有 在课文上没有讲到 但是它出了 所以你自己要 要在自己要学会的 那中 中枢神经系统 由脑和脊椎组成 这个是蛮简单的题目 然后某个建筑工人 他在一次外墙粉刷作业中 不小心从三米高的地方甩下来 经此劫难 原来的视力正常的 他又看不到东西了 他检查了之后 眼睛没有损坏我 那我们判断说 他应该是 大脑的视觉中枢那边 因为他在后脑那个位置 有没有 那那个位置可能就损坏了 OK 所以损坏的部分可能是大脑皮疹 植物人指的是 只有呼吸和心跳 但是没有其他活动的病人 一般上呢 他没有损坏的部分 应该就是控制呼吸心跳的脑干 OK 脑干没有受损 所以他还是会有呼吸心跳 某个人他肢体正颤 闭目的时候呢 站立不稳 你看他不稳 应该是小脑的问题 不能完成精巧的动作 那他病变的可能是小脑的部分 因为站立不稳 平衡上有点问题的 王大爷因为中风 右侧的躯干半身不随 那他判断说受损的大脑神经中枢 应该是在哪里 这个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运动是由大脑那边控制 但是大脑它有分左脑右脑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它往下的时候 去到紧的时候 它会倒转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每次讲你用右手写字 代表你的左脑很好 有没有 因为是左脑控制右手 右脑控制左手 所以他的左右脑 他会下到紧的部分呢 他会交叉 所以变成了你的右侧半身不随 代表你的左脑的运动中枢出了问题 所以为什么很多同学讲 为什么这个是右侧 这个是左脑 因为他是会有倒转的情况 四肢跟脑的话呢 他会有一个左右倒转的一个情况 OK 所以这个很多人也是会有 OK 不错 凯峰先生呢 是一位校医 他为医生进行 他为医生 他为学生进行体检的时候 常常用一个小锤子敲这个膝盖下部的韧带 他就看说这个小腿是否会有前身就是吸跳反应 那这个主要是有脊髓就控制的 这个我们是属于反射壶 有脊髓控制 酒后 后驾车会容易发生重大的车祸 造成伤亡事故 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然这边没有讲到说酒精到底会影响什么东西 但是如果你讲到车祸的话 一般上就是说他整个酒精破坏了脑的正常工作 你也不晓得是他小脑出问题 大脑出问题 还是什么 什么部位出问题 思考能力动作的都会缓慢 所以我们讲说他的大脑正常的工作被酒精破坏了 所以他反应会比较慢一些 他的整个思考能力也会比较慢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久后驾驶是非常严重的 马来西亚已经是好像有修改过 那个法律加重的惩罚 然后好像是10千 罚款到10千 然后一定要上cord 所以不要开玩笑 叫酒后千万不要驾驶 这个是马来西亚已经是增加了 那个严重性 这就是马来西亚已经是增加了 我们再次变成小杉亚再用